玻璃安全窗内塑胶射出机全自动运作 搭一身压克力杯子脱模再由机械手臂取出 台中自动化工业展及两年一度的塑像胶工业展联合登场 共有300家业者700个摊位 包含塑像胶、五金配件、自控检测、机械设备等类别 全球的这个焊接人员缺乏 那一般训练一个人才可能要三到五年 那雷射焊接呢 它可以在短短五分钟内就让你学会怎么去做焊接 未响应绿能永续 像塑胶机械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詹景中表示 正确的使用塑胶循环载质 是现在产业的趋势 也期盼同业一起朝这个方向努力 尤其在循环经济这一块 其实很多像塑胶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而且不然就可以产生新的产品 中台湾是台湾的机械产业 像塑胶工业重镇 主办方预估 今年的联合展出 可以吸引五万人次参观 后续延伸商机则上看十亿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黄雁玲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